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 論當世,思來者, 和大家一齊誓說太史公,史記, 此父從人, 那些講合眾的人, 多憤慈說說那些憤慨激昂的事情, 而少可信,沒有一個信得過, 遂一諸侯而成封侯, 只要講贏了一個諸侯, 他就會被封侯,所以他們講話 這麼慷慨激昂, 事故天下之遊說是, 所以這幫人來到,是日夜遊說, 莫不日夜,日夜都是厄門, 真木切齒,咬牙切齒, 講給你聽,如何以原從之變, 為什麼應該合眾, 諸侯要合起來抵抗秦國, 以遂人主, 人主言其辯而牽其說, 如果人主覺得他講得對, 而給他所講的話牽連的話, 豈得無原哉,其實是被他迷惑了, 這個原字放在這裏就是迷惑了, 為什麼,這些人是不能聽的, 神聞之,我聽說, 積雨沉舟, 雨毛很輕的話, 你放十噸雨毛在船上, 積很多雨毛,打了棍, 船就會沉沉, 群輕折軸, 那個車軸, 你放很多輕的東西下去,但無限量地放下去, 車軸終於斷了, 眾口削金, 人人講一句,連金都會斷, 金屬都可以靠被人講話講斷了, 職位燒骨,眾人毀磅的東西, 是可以令到骨都斷了, 不要聽那些人亂講話, 故怨大王審定計議, 你想清楚, 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 且賜鞋骨匹危, 你就炒了我魷魚, 讓我保留一條命, 離開魏國, 施鞋骨, 尚書叫君王施鞋骨, 就是退休的意思, 哀王於是乃背重曰, 哀王聽他說背了重曰, 而恩兒請成於秦, 就叫張兒去秦國講禍, 張兒歸伏相秦, 於是回去秦國,又成為宰相, 三歲而魏復背秦為重, 三年後, 其實這些反復他都解釋得很辛苦, 司馬遷, 三年後, 又背秦為重, 結果秦又攻魏, 其實大家的關係不停反復, 明年魏復是秦, 於是魏國又聽秦國講,